今天有沒有覺得 我們非常的隆重 站著開場 為什麼站著開場呢 因為今天有三位前輩 來到了現場 這三位可說是看著我長大 從這樣四顆子 可能小呱呱還在游的時候 就認識我囉 然後到現在 而且 其中有一位 在八歲的時候 還經歷過 歷史啊 是不是 活歷史 我剛剛還聽說 有一位剛出生的時候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所以讓我們以尊敬的心情 來歡迎三位前輩 小亮哥 夏娃姐 跟蔡豆大哥 菁麗 三位 高生長一樣 全盛時期 那時候台灣 台灣人 小明星 他們就已經出來工作了 對 那你們也是嘛 從小就是看歌廳秀長大的 對 是陪爸爸一起看 歡迎我們聽媽團兩位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很緊張 因為我終於要 妳緊張什麼 關妳什麼事啊 終於要見到我的偶像 是誰 我小時候的偶像 就是菜頭大哥 大哥 對 你不要看我這樣子 我粉絲超多的 對 趙嫻宜 我的粉絲 不管高年女人還是年輕的 現在年輕人看到我 都是OK的 真的 我發現到有一個大學生 剛剛畢業說 才好 我好愛妳 我說謝謝 我跟你講 我們在家裡 如果電視轉到妳 我媽就從廚網衝出來 誰敢轉台的話 我把全家都幹掉 你看看 鐵粉 鐵粉 妳就知道我的魅力 但我們很久沒看到菜頭大哥 因為小燕哥 我們很常在節目上遇到 像娃姐也是也有時候會遇到 在節目上 可是菜頭大哥是真的很久沒看到 真的 對 因為她很難看到的原因是 負債蕾蕾 就不敢出來了 妳說什麼 不是 因為你如果常常看到的話 人群太多 你也看不到她 對 其實我跟你講 全藝人裡面 長得最有特色的就是我 那是真的 真的 真的 你看看我的臉 直眉三目 每一個人都是 你看看現在每一個人 不管是瓜哥 憲哥他們 你看 直眉三目 講真的 不好看 她都不好看 來看